原标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叙利亚伊德里布军事行动已经打响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日表示 针对叙利亚北部城市伊德里布恐怖势力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据了解此次军事行动由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叙利亚自由军发起 得到了土耳其军队的支持 埃尔多安称绝对不允许在叙利亚边境出现恐怖走廊 他还表示此次行动是2016年右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的延续 2016年8月24日 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发起右发拉底盾牌军事行动 肃进了位于叙利亚边境地带的极端组织 目前多支叙利亚反政府势力盘踞在伊德里布 其中包括基地组织分支征服阵线 央视记者于鹏制图施德志 责任编辑张建立